它翻過來 它會動喔 超間帶水面上出現小小一隻 身上長著美麗藍紫色花紋 它是大西洋海神海闊魚 隨著海浪拍打 陸續被遊客發現 是紅色還是藍色 透明 透明 然後邊邊有什麼 藍色 有藍色 之前有看人家網路有分享 什麼小琉球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影片或照片 那覺得它很漂亮 然後第一次就是在北部 因為我之前也沒有特別去關心 可是因為難得在北部有看到 然後今天剛好有空 就馬上就跑過來 這個是一個很特別的 藍白色的 我們叫做大西洋海神海闊魚 那這種生物它都是水流而飄 那它在 它出現的時候 通常還有另外三種生物也會出現 就是生貌水母 錢壁水母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紫羅 那像我們今天看到的時候 我們發覺這四種生物都有 大西洋海闊魚 是一種藍白色的浮游生物 外形神是希臘神話中的海神 雙手彷彿長了魚脊 雙腿是尾巴 主要分布在泛熱帶地區 會隨著洋流和紫羅 真帽水母和錢壁水母 三種生物一起出現 海闊魚 喜歡吃真帽水母 會把水母的吃包儲存在體內 代表它也有毒 伴隨著這種錢壁水母 或是生貌水母 那生貌水母 我們知道的就是一個 非常毒的一種水母 然後所以 大西洋海神海闊魚 它吃的這種 我們講生貌水母之後 它會把它的赤細胞 然後冷靜到它的身體裡面 所以它本身自己就很毒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有機會在海邊看到 你就欣賞就好 不要去碰它 體長只有2到5公分左右的 大西洋海闊魚 它的毒液 能夠直接影響到神經系統 心臟和皮膚 海客館提醒民眾 如果在潮間帶發現海神海闊魚 千萬不要觸碰 以免被遮傷 那在以前 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海客館曾經試著要養它 可是那時候因為 它的食物它就是只吃水母 我們找不到它的食物 所以我們養了2個月之後 我們就把它換回野外去了 大西洋海闊魚出現在基隆 相當少見 這已經是基隆第三次 發現大西洋海神海闊魚 而且一口氣就發現了7隻 十分罕見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